大家好,2021年的3月13号,周六上午的10点25分,大家听听这个录音。 请求首长能在百忙中,过问一下给我一条生路,我是武警海南总队三亚支队,副参谋长欧志伟的妻子张婷婷,都说最伟大的是军队,最严格的是军纪,最有力的是军理,最神圣的是军魂,最可爱的是军人。 可是我的老公和我老公他们单位的某些领导们,却真的不是歌中赞美的那样,他们道德败坏,滥用职权,无法无天,像个合法的黑社会,作为一名军官,为大家树立极差的榜样,作为一级领导,党的干部,其诸多行为严重违反了。 党的纪律和部队规定,给部队建设产生负面影响,军队形象严重抹黑,对我本人及家人造成了极大伤害,同时也为了避免他们,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特此对其举报。 一,关于欧志伟生活不正道德败坏的情况说明,在他和他前妻婚姻关系存续的情况下,以单身名义军人身份,骗我与我进行交往,并于2018年5月休年假的时候,来年阳和我同居生活,因为他是军人,所以我完全地信任他,在同居很长一段时间休年假快要结束时,才告知我他已婚的事实。 在得知这一事实后,我果断拒绝了与其继续交往,欧志伟在2018年7月,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,又开始继续追求我,我才又与其交往,随后他又来绵羊接我,我便和他去了三亚他的城市,和他一起同居生活,当时为了方便他上下班,还特意租了一个,离他单位较近的小区永福岛, 每周三下午我去单位接他下班,周四早上送他上班,周五下午接他上班,周一一早又送他上班,同居了快一年时,2019年我们向组织打了恋爱报告,并致我怀孕。 在我与其即将结婚的一段时间里,他又以单身名义军人身份,通过真爱王与一名叫欧素雅的女子,进行不正当的交往,并利用去海口出差之便,与其多次发生关系再次出轨。 当时还为了出轨的那个女人,连婚也不结孩子也不要了,事后被我发现在得知,这一情况后,对我本人和家人,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 我向三亚支队反映此情况,他们单位领导为了单位形象,他为了他的仕途,求我原谅,而后他以保证输的形式,向我保证婚后对家庭负责任,不会再出轨,不会抛弃老婆,每天主动问候老婆等一系列保证,不会再发生此类情况,在考虑到怀孕和他的承诺下。 他又是军人,党的干部,一定会言出必行,无奈之下选择与其登记结婚,在此刻此说明,在与欧志伟恋爱期间,由于他乱搞男女关系,对家庭不负责任,让我感染HPV病毒,致使我目前身患癌症,需要前往上海治疗。 欧志伟的二次出轨,不仅对我和我家人产生了极大伤害,而且使我患癌,让我对人生产生了绝望。 精神几近崩溃,他作为军队的党员领导干部,理应在行为表率上做出榜样,但实际上却多次违背道德良知。 以恋爱为由对女性进行伤害,严重违反了党和部队的纪律,既给当事人成了极大的伤害,又给军人形象抹黑,还给部队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,请您核查此行为作风带来的不良影响,并为我主持公道。 二关于三亚支队的这些好领导们,我一定要好好的说道说道,因为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,成就不了欧志伟,我老公今天的不负责任何渣男行为,配偶是地方人员,军人一方要求离婚的,所在部队政治机关领导,应当事情进行调解,符合,婚姻法,规定的离婚条件,并经对方同意, 政治机关方可出具证明同意离婚,如军人一方坚持离婚,对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的,部队可商请对方所在单位或地方有关部门进行调解,调解无效的,政治机关出具证明,由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。 十一,现役军人离婚,应当严肃慎重,不得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军队的纪律,不违背社会公德,嘿嘿嘿,我老公单位为了帮助他,可以不顾社会伦理,不顾法律,出具假材料,假证据,并且为了顺利帮他找关系抛弃换癌的我,既然利用组织明义出具甲管辖权, 在他们单位营地三亚开庭,其原因就是我得罪了他们单位政委,因为我是四川女孩,性格大大咧咧,没心没肺,敢说敢做。 当初因为不认可他说的一句,我老公是海南人不负责任很正常,海南人都这样,因为这句话我给他发布到了朋友圈, 他作为一名政委,不仅不教育批评,反而还打死一片,从此后我在三亚家属区,也处处受刁难,因为他是政委吗,我博了他面子,他指使士兵给我家属区的房子,经常断电断水,而且还不让我老公回家,刚结婚不久的时候,他说我们不适合见面,不让我老公回家, 我去部队找他他们,就让门口的哨兵报警,我可以什么都不做,只要人去到单位门口,他们就可以报警让警察驱离我走,因为警察是他们辖区的, 有些利益关系我想大家都懂,就是因为有他这样的领导,我们的婚姻我老公才变成了今天这样, 我患癌去单位报假警让警察拘留我,我们在上海医院,我不小心用矿泉水瓶子,砸伤我老公让报警做伤残鉴定都是他教唆的, 而且他甚至还说我让我老公对我负责任,陪我去手术,要把我老公逼死了, 还说如果我老公出什么事让我负责任,我是他老婆,我对他负责任是应该的,而且我逼他做个, 有负责任担当的军人有错吗,至于把他逼到绝路上了吗,我们作为军嫂的真的太难了, 一位军嫂的求助,我到了北京他们单位利用职权,找来了三亚政法委,公安局的人陷害我说我有精神病, 想以精神病为由将我代理北京,不让我把真实情况,再合适的机会,如实反映出来, 且他们三亚支队的领导也来北京了,不是来解决问题,而是来送礼吃饭了, 想把我的所有举报,以陷害我有精神病为由抹去他们所有的无耻行为, 和犯罪违纪事实,我都癌症了,而且被三亚支队的领导,和我老公如此迫害, 我来北京一边看病一边维权一边旅行都不可以吗,我既没有做过机行为且也精神正常, 就因为三亚支队的某些领导有权,他们为了遮盖犯罪,违纪道德败坏事实, 就可以无法无天,为所欲为吗,还找来了帮手帮他们逃避法律的问责, 三,关于欧智伟对家庭不负责任的情况说明,在与我登记结婚后, 立刻马上就对我不闻不问,在我多次生病和怀孕期间, 也不予关心问候,并采取电话不接,信息不回, 有家不归等对我使用冷暴力长达半年之久, 特此说明机关工作是正常上下班的,致我产生抑郁焦虑, 并导致我最终流产,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在我确诊癌症以后, 多次将检查报告结果和病情,通过微信发送给他, 他均不予以回复,并在我面对癌症内心绝望之时, 却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请求,并将传票发送至正在四川绵羊检查的我, 使我内心再一次受到深度打击,让我的精神几进崩溃, 身体和精神状态受到极大影响,他作为一名丈夫, 没有依法履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,也没有做到婚前保证书的承诺, 并以在部队加班为由不与我联系,使我长期受到冷暴力对待, 对我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,使我本人对婚姻产生了极大的阴影和恐惧, 尤其在我癌症确诊,需要丈夫关心照顾的时候, 却不顾人道向我提出离婚,并再次出轨, 且我确诊后对我不闻不问,打电话不接,发信息不回, 马上就要手术了,因为我避进了癌症, 想手术前见他一眼,万般无奈下我去部队找他, 可明明是门口哨兵让我进去部队的, 而且进去以后说好的帮我找他, 最后他为了不负责任,以报警的方式, 对待我一个患癌女孩,并且报夹警以我闯入部队为由, 让派出所必须拘留我, 我已经被癌症摧残的内心,早已经少穿白孔, 他对我一个癌症妻子,都还如此的不善良, 为了抛弃我和不负责任,什么畜性的事都做出来了, 最后我迫于无奈,跑到北京去维权, 因为我在海南,找他单位,找总队都是失职独职, 官官相护,可能我的力量渺小, 他毕竟是一位领导,他们支队层层包庇,层层掩盖, 所以到了总队大领导,也不会知道, 到了北京举报他们,他和他们政委也来了, 他们政委更是奇葩,因为他起诉我离婚了, 我患癌了,我要求他不要在我,患癌期间, 起诉我离婚,他们政委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我的诉求, 但是晚上到了休息时间, 为了控制住我怕我去维权举报, 我不和我老公住一个房间, 他报警都让我老公和我同居,思想太扭曲, 道德败坏了对不对,这都还不是重点, 迫于北京组织的压力, 我老公欧志伟他说, 带我去看病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则, 且每次为了给北京领导作秀, 掩耳盗铃,他更是自欺欺人, 做出了很多滑稽的事情, 在北京口口声声说带我去看病, 最后到了机场他人却消失了, 然后我先到了上海, 第二天他说他也到了, 还带了所谓的他几个单位一起作秀的证人, 在上海又是给我朋友, 打电话录音的又是发位置证明, 他自己却就是, 始终不见我这个病人, 我很绝望, 回了三亚, 在飞机上写了遗嘱给乘务长, 因为觉得整个人生都是灰暗的, 不仅他伤害我, 他单位为了单位形象, 也一起造假自欺欺人, 我万万不能接受, 最后还是机长和乘务长, 我下飞机后耐心开导我将我移交给警察, 裁救了我一命, 更奇葩的还在后面, 我去上海医院手术, 这一次他去了, 三亚支队号称怕他把我的手术废花了, 特意派了一个小战士跟着他一个堂堂的副参谋长, 既然道德人品如此败坏, 组织都如此不信任他, 为什么还要处处互独子呢, 难道就是为了集体荣誉, 就可以颠倒黑白是非, 没有关心我的病情, 我给医生说我的后背痛, 我问是不是转移了, 他怕我查出其他的问题, 本来得了癌症, 就不想负责任的都是迫于组织压力, 他极力给医生解释说我没事没事, 让医生不要听我的话, 还说我有精神病, 这样的君渣你们遇到过吗? 我很生气和他大吵了起来, 最后他跑出去给他小三打电话, 我一气之下, 扔了一个矿泉水瓶子, 不小心把他砸伤了, 这下他更是没完没了了, 终于逮到我一个小辫子了, 他和他单位的领导们, 开始大做文章了, 首先让他立刻马上报警, 然后躺医院去理, 再做一个伤残鉴定, 继续追责要求派处所领导拘留我, 最后把欧志伟不负责任, 道德败坏的责任形象, 全部磨灭掉把责任推给我, 说他带我去看病, 我将他无情地打伤, 说得这叫一个无辜, 凄惨, 还给我妈妈, 家人打电话到出去诉苦, 他们作为军队的党员领导干部, 理应在行为表率上做出榜样, 但实际上却多次违背道德良知, 以恋爱为由对女性进行伤害, 严重违反了党和部队的纪律, 既给当事人成了极大的伤害, 又给军人形象抹黑, 还给部队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, 请首长核查此行为作风带来的不良影响, 并为我主持公道。 这又是一个哈, 武警三亚支队的副参谋长就欧志伟啊, 涉嫌啊, 玩弄女性的事情啊, 这种事太多了啊, 太多太多了。